现在我们请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陈刚同志发言 大家欢迎 同志们 同学们 革命战友们 我在这里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在今天这个盛大节日里 我要对你们的亲亲劳动表示祝贺 你们的文艺宣传队干得非常出色 同时呢 我也要向你们表示敬礼 同学们的表演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三个英雄小姐妹的故事给我们上了一场非常生动的课 同时也殴割了我们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运动 这值得我们学习 但在某些方面的工作做的却不怎么成功 比如说老师有时候也该向学生学习 拿上来 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但是他们创造的所谓经典艺术根本不值一提 外国音乐空洞而没有意义 什么交响曲 邪斗曲 作品一号 作品二号 作品三号 纯粹是些形式主义的玩意儿 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 如果创造的音乐没有教育和孤人们的作用 那么它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毛骨骑万岁 毛骨骑万岁 打倒三家村 打倒三家村 周元 到 你讲讲你为什么要教这种乐器呢 陈刚同志 您说得很对 请大点声 陈刚同志 您说得很对 很多西方音乐都很粗俗不值得取 这是事实 您说得都很对 但是我教的音乐 请说下去 但是我教的音乐 是革命的音乐 例如贝多芬 Prokoviyev 你是这么认为的 李老在接见 艺术院校师生 他已经被青竹出党 劈倒劈臭 你还想引用他的话吗 我的确不知道 不过我已经教了很多年了 这还要说 大家是怎么看的 我们会服从大家的意见 我们要破事就立死心 周元你必须确实知罪 向服务省的西方艺术进行挑战 陈刚同志 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 同志 同志们 同志们 革命小将们 对西方音乐 我没有发言权 不像陈刚同志 那么有研究 可是我确实认为 西方音乐 没有我们民族音乐 那么动听 周元也教胡请 他可以完全专心教胡请吗 向同志 很聪明 按我看 这玩意儿 就可以丢进救火堆了 所有的问题 都有解决的方法 我相信你们会上读问 也相信你们 一定会解决问题 没有 你是 就是 是 人 是 人 都 逢 各 各位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